假如说你不注相布施 你不注相布施的话呢 你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被诚和诀 你要注相布施呢 就是被诀和诚 你本来布施是好事情 但是你一注相 有所需求 你的整个的光明被照出了 假设你不注相布施的话呢 你这时候的话 你真正的这样布施 你一点需求没有 这样的话你倒眼开了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不可以注相 没有相可注 当你无相可注的话 你这样的话 你自己发眼清净 能够发眼清净 我们就说是倒眼开了 这一个倒眼一开的话呢 你就是有眼睛 能够有这个眼睛呢 你自己佛智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实相看得清清楚楚 能够这样的话 你所能看到的就跟太阳 一个亮亮的太阳照见的一样 所以你一注相 就跟你到了黑暗的屋子里去 你能够不注相 你自己就跟太阳能照到一切 你可以照见一切都看得清清楚楚 所以能够这样子的话 于是你自觉 觉他 于是你才能够见种种色 因为发眼开了 智慧开了 见到智慧 于是你才能够见种种色 须不提 当来之事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能与此经受持读诵 则为如来 以佛智慧 细知使人 细见使人 皆得成就 无量无边功德 就说将来啊 现在的世界啊 我们说善男子善女人啊 指的是出家的僧人 你 在家的我们所谓 这个优婆仪优婆色 这就是近世男近世女 这是我们都是好比互持佛法了 去招呼这料 照料出家人了 所以称为优婆仪优婆 色啊 那么这一个四重 这一四重怎么能够称善呢 好比说我们真正把这一个法 这一个佛法 我们能够把它得到一处 能够将来 而且得到菩提妙果 我们现在能够读诵 受持 这样的话 这样的话都不是一辈子两辈子善根 诸位能够听这么久 这么干燥的东西 每天 每个礼拜三都来 不是一辈子两辈子 事情 真不是的 啊 所以这个的话 可以称为善男子善女人 这些善男子善女人啊 他呢 假智慧呢 他能够这么做 把这个金能够受持 奉行 那么他将来 这个 如来 完全知道 完全见到 为什么 我们普通说 哎呀 我修行 我修行是我自己的事情 我证悟是我自己的事情 是不是 一切都我自己嘛 对不对 你不能够说呀 但是我们再高一步来说 啊 我可以影响 你们 一句话可以影响你们 你们一句话可以影响我 对不对 不但我们影响 你知道现在我们这有了机器了 我们知道这个电波呀 这个电波放出去啊 可以震动的很厉害呀 谁都受影响啊 这一个谁都受影响 你想想 还有比是佛 诸佛力量更大的呢 虽然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哪里 但是他们的法 他们的这一个支箭 他们这一个 遍满法界 所以当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话 也跟他一样的话 诸佛都知道这 这就跟那个电台 玩电台 通了 你说我叫号 叫号 啊 我在哪儿 我们跟一个完全不认识的人 都可以通电 这种电台是有机的呢 这一个新的电 不得了啊 一切唯心造啊 所以这个叫感应道交 所以我们说回向 能够回向吗 我们说感应 能够感应吗 事实上都可以做到 更上一层都可以做到 但是这一个呢 不是迷信的 而是说你深深明白 知道佛者绝业 当他绝了 骗法界 横骗法界 数通三计 过去现在未来 十方法界都骗 他都在那儿的话 我们有这个的话 立刻跟他感应起来 所以 只要我们这样 佛 细致 细见 能够细致细见的话 我们都受了佛的 这个 熏习 受了佛的加持 受了佛的保佑 保佑这么来的 啊 不是说我们给佛 送一盘鲜花 我给他 呃呃 磕了几个头 佛就保佑我们了 不是这样 是我们跟他感应道交 他才真正加持我们 假设佛这么样的话 那我们这佛 也跟现在的选员似的 受惠了嘛 是吧 我来买票了 那我来买几个选票 这就不对了 所以说 我们这样子的话 才成就 无善功德 屈菩提 若有善男子 善女人 初日份 以横河 沙等身 不失 中日份 父以横河 沙等不失 后日份 亦以横河沙等身不失 如是无量 百千万亿节 以身不失 这个 他这所谓 初日份 中日份 后日份 啊 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上午 中午下午 那么 佛 因为我们在上一章 谈到忍辱啊 那么 那么就觉得 我能够这么忍辱 人家隔 人家隔我的身体 我都 这么样肢解 我都 完全 无怨 无忧的 这样子的话呢 怕人人 都要这么做 而事实上呢 假设说 我们拿 普通我们拿钱 不失 善财 已经难舍了 但是呢 当我们生命有关系的时候 我们钱就不在乎了 对不对 一个人掉在河里的话 您要他全部家产 只要你把他救上来 他都 愿意舍 可是上了案以后呢 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命有了 钱还得要 所以说 拿身来布施 是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的事 拿身布施 很不容易 那么 上一次讲到 释迦摩尼 这么样忍辱 对于这个恶王 完全 一点奉恨心都没有 那么我们会误会了 以为说 我要把生命 舍了以后 这是最大的功德 所以在这儿呢 他提出来这样 我们上午 拿横河杀的 这么多的生命 来布施 中午下午 再这么多 你想想 这要布施 多少亿万劫 才成 那么 佛教里头 常常有着 所谓 偷托行 苦行 那么 有许多的出家人 用焚身 用焚身 来表示 对于佛法的 这种 欠诚 供养 好比我们知道 有些人 常常烧手指头 好比很有名的 历史上 八指头 他就两个手指头 烧掉了 剩八个手指 有许多都是烧指头 来供佛 那么 这一些东西呢 只 表示他的决心 但是 不是佛法 啊 所以 释迦摩尼 在这方面 特别的 加重的来说 因为 你这么样 布施的话 于人 于自己 全没有利益 谁受得了好处 没有 啊 那么 这样子的话呢 你虽然受到 得到 是可以得到福报 但是 这一个福报呢 还是世间的福报 而不是你自己的功德 所以说 这一个世间的福报啊 说实在 也是烦恼的意 我们 到我们现在 好比说 自己啊 争执 极富 窃贵的时候 不是好事情 因为 我们 真正富贵 头一样 我们生 骄傲心 第二样 生 懈怠心 那么 这两个心 一生的话呢 我们自己 许多的许多的 恶孽 就造出来了 所以 在这一辈子 啊 环境太好了 那么 我们自己 应该 战战兢兢的 因为 福不可以 享尽 福享尽了的话 不好的 我们每一个人 都只有这么多福分 就跟银行的存款一样的 你一天把它抽完了 以后没钱了 你假设慢慢的用的话呢 可以老有 那么 小之个人 大之国家社会 台湾 福报太高了 我们应该 我们应该 要戒慎恐惧啊 这种日子 假设自己再不安分啊 再不 这么浪费 这么样的 狂妄 这么胡闹下去的话 台湾将来要遭打爆的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因为 在15年前 19年前 我路过 黎巴嫩 这有名的小巴黎 美极了 你可以一天 到山上去划雪 划了雪下来 到海里去游泳 划水 上午下午 可以做两件事情 那么 要什么 有什么 但是现在 变成这样 那是人间地狱 所以 我们要非常非常的注意啊 福报太多 不是好事 要自己很谨慎 很注意 他说 我们 拿这么多 节 的生命 每一天 三次来 舍身 这样来 不失 这就很多很多了 但是 若不有人 闻此经典 信心不腻 祈福圣底 可是 假设有人 听到这个经典 信他 而这个信的心 不腻 腻就是 违反的 对他 不违反 所谓 信 顺理 我们 顺这个理 我们不是说 别人一说什么 我们就相信 是理上 我们明白了信 这是真信 假设说 某人说什么 我们就说 因为这个人 我们就信他 这是迷信 没有懂得理啊 只是你用情感 或者是用一种 祈求福报的信 信一个东西 这是离信 这是有所谓的 信 真正的不逆于心呢 就是说 这一个是 从理上信的 这样从理上信的 所以才不逆 然后 你听到这个经 信他 接受他 奉持他 能够这样子的话 就种了善根 这一个善根 种在我们八十天中 即使我们这一辈子 没有修成 但是已经在这个种子 种到八十天中 我们好比说 这一辈子 我们听这个金刚经 好难懂啊 没有关系 我们再听一遍 我们甚至于常常念他 那么即使这一辈子不成了 下一辈子 再听的话 又清楚了 所以说 这个善根 种下来 而且这个善根 种下来 你只要给他浇水 给他养料 给他阳光 他慢慢长 这种子长 所以学佛 很容易怎么样呢 说退转 就是我们刚刚学佛的时候 这一股热心呢 热极了 什么都可以牺牲 简直是恨不得早 从早到晚都在那拜佛 都在念佛 慢慢慢慢的 看着没什么苗头嘛 也没见到什么嘛 我们就以为自己 没有意思就过去了 退转了 所以多少学佛的人 就是同时跟我学佛的人 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八十退转 也不是说他不信佛了 但是他也不用功了 跟从前就差得很远很远了 那么就是这个呢 就是说谈谈还谈谈 但是绝对不在 礼上也不在行为上头 在修正 所以我们必须要让他日日的增长 这个东西是种子 还得让他增长 所谓增长呢 就是我们常常的要 亲这个经典 听人家讲说 而且自己按照佛经上所说的方法修行 这样子的话呢 他才能够滋长 这样的话呢 这个福啊 所得的无量 比我们一天三次舍身 舍千万一节的福还要大 释迦摩尼说到这么厉害 他说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呢 我们能够信心不逆了 已经不得了 而我们不但信了 同时接受了 而且奉持他 读诵他 能够这样啊 我们说再加上为人解说 好比你们这听到经 是不是 听到经的话 你自己觉得很受用 朋友也好 亲人也好 有些人谈起佛法来 就告诉佛法是什么 把这金刚经给他解说 你们哪么 就告诉他们的四句节 这都很有名的嘛 很好玩的嘛 这四句节 念给他们听听 他们呢 听到了以后觉得 哎呀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若见诸相飞相 极见如来 很美 告诉他们了 他们记得心里头 早晚这颗种子 你给他种下去 所以这一直说嘛 你就是四句节 你把这四句节念好都成了 更何况把整个经给人来解说呢 啊 我们知道 解 跟行 一定要相应 我们了解了 我们不做 没有用处的 这个东西 这是所谓说时不保啊 我说了半天 我给你们说了半天 我自己在中间完全没受用 啊 这个就是数人家的钞票 正在那谈 啊 七荤八素的都说了 而自己没有吃到 根本不可能的 那么 我们能够行解相应 这叫真正的兽 我们能够勇猛精进的 这叫奉持 我们能够这么样心不散乱 这叫读 我们读书常常这么读了 眼睛是把这几行都念过去了 心里头没有进去 这不叫读 真正读 一个字一个字的 真是专心进欲的 搁在这里头 然后呢 我们能够这么样读的话 而我们见性不逆 为之诵 我们真正能够这么弄了 我们把这个东西回还朗诵 不停的心里的记着 我们常常为了一件什么事情 或者生气的事情 或者是高兴的事情 我们这个念头脑袋脑子里头 对不对 假设我们把佛法能够这么样 永远这么样搁在脑子里头想的话 这个算叫送 一遍两遍的怎么样 那么你假设 真正能够再替人解说 而能够让人家真正了解了 生活之日进入了 这个十项 这个功德啊 不得了啊 功德大的不得了 不得了 所以说 须菩提 以要言之 世经有不可思议 不可称量 无边功德 他说是 这一个不可思 不能够说的 不能想 连想都不能想 当然也不能说 所以就说 言语道断 心形触灭 我们说都说不出来 因为一说出来就错了 不但说出来就错了 甚至于我们连想都错了 你用意识想都错了 所以佛法常常用不可思议 啊 用这个东西 这样子的话呢 这是指什么呢 指法身来说的 我们指哪个是法身 这个法身 我没有方法描写它 你释迦摩尼 他正了法身的 他正了法身 他不可能把这法身 拿出来给我们看看 因为你说这个是法身的话 这个就有彼此 有对待 有能有所 都不对了 所以说这一个没有办法可以说出来 甚何至于没有办法可以想的 这一个东西 这个法身 你不可以拿秤去称它 你也不可以拿尺去量它 所以不可以称量 你不可以弄的 你没办法说我拿秤子来称它几斤 我拿尺量量它有多少多少长 都不称 不能拿言说来计算 不能拿数目来来来把它衡量的 所以不可以称量 不可以称量的到一个呢 无边的功德 我们都可以你说多大多大 你无论说多大一个数目 它还是有边 有数目 这个连数目都没有可说的 这真是无边的 那么这一个无边的功德呢 我们可以说就是指能够在这个经典了悟了人空 法空 把这个人空 法空都了悟了 这样子的话 你完全明白真正的实相 我想大家现在都知道实相什么了 是不是 讲这么多实相 这个实相无相而无不相 这个实相的话呢 我们知道这个实相的功德 我们能够了解的话 我们的这个心呢 跟佛的心一样 就同佛心一样了 能够这么样子的话呢 这个功德广大 没有可以编辑的 没有编的 这功德之大大的无边 为什么 因为 这一个心 我们要见的 要明白的 这一个心 周遍发界 它大 大到无外 它小 小到无内 所以你不可以乘量 不可以说它有多 多宽多大 多怎么样 都没有 所以说 能够这个心 同佛心一样了 于是我们的功德 我们的这一个心 也就无有边际 你就是说 你于无量意洁来舍身 都可以算得出来 这福报都可以算出来 这个是算不出来的 所以说 如来为发大成者说 为发最上成者说 那么 释迦摩尼刚刚成了佛以后 他先说的华严经 这个华严经呢 他是为菩萨说的 那么 他翻回来的话 从小乘说起 但是说小乘 说到 到了某一定时间 他把小乘 让回小向大 然后慢慢的 越来越厉害 越来越说的 后来简直就是说 我是不为小乘者说法 到了这个地步 所以当后来的话 释迦摩尼一再的说 我是为大乘者说 为发最上乘者说 那么大乘呢 就是菩萨乘 最上乘呢 就是佛乘 因为大乘呢 是为救度一切众生 我们称它为大乘 这辆车很大 大家都来上巴士 我能够 这个巴士能够装多少 这辆火车能够装多少 我尽量的装 希望大家都来跟我一起走 我不自私 这叫大乘 小乘呢 就是我一个人 骑着一辆车 我只了自己而已 这叫小乘 那么最上乘的呢 最上乘的 这是佛乘 因为什么叫最上乘 就没有比他更大的了 没有比他更高的了 所以称他为最上乘 那么 佛曾经说 人家说你佛你从前又说二乘 声闻圆诀 那么又说上乘 那倒是有多少乘呢 佛说唯有一乘法 无二一无三 我就是一乘法 就是这么一乘法 也没有二乘 也没有无所谓什么三乘 没有 因为佛从前所以说小乘 是先让我们把世间的东西看空 然后你看空了以后 告诉你不能够说因为看空了 于是你觉得一切皆空 所以我不要了 我走了 这些太苦了 这世间太苦了 这众生太多了 他们都反正将来都要成佛 由他们去吧 这种小乘的 佛不愿意给他们做法 不喜欢 因为心量太少 而且他执着的只建了一个空 所以说 佛 所以说 这个三乘 只是方便 那么 现在佛说大乘 是希望小乘的 能够回小向大 那么 佛先说小乘 是来破我们的有 我们把这一切 世间的一切东西 只以为有 只以为永远 所以我们躲 拔着 不肯放松 那么 然后呢 我们慢慢慢慢的 释迦摩尼 告诉你 这些都是空的 但是这些空的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 有一个东西不空的 这个东西不空的呢 是他自己不生不灭的 我们假设老追着生灭的东西 于是我们就生死 轮回 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东西将来再过多少年存在的 你就说几千年 什么一些 他都要变的 都要坏的 天可以破 地也可以坏 整个我们的地球将来都会坏 这些东西都是生灭 在这个生灭的东西 我们只以为常 我们追逐着他走 于是我们随着他生灭 随着他生灭 就生死轮回 所以 释迦摩尼 为了这么样 所以用种种的方便 善巧方便 让我们慢慢引着我们 一步一步就跟留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一样的 然后让我们带我们进入真正明白什么叫做真如 怎么能够达到佛所见的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他所能够证明的那个东西 我们都可以做到 所以说若有人能受持读诵广为如说 人说如来细知是人细见是人 皆得成就不可量不可称 无有边不可思议功德 他说是 假如 能够有人 我们 受 持 读 诵 并且广为人说 如来细知是人细见是人 这个 我们这有分好几层来说这个细知是人细见是人 我们假设说站在一个最普通的我们希望能够得到的啊 也就是说 可以说就说迷信的说法 我们想 释迦摩尼 佛跟菩萨跟神 他们都比我们超越 所以他有各种的神通 他完全都看着我们 所以我们说 头上三尺有神明啊 我们说我们周围左右都是有人在监督着我们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做好事 他们都在那儿 加持我们 我们做坏事都会要惩罚我们 这是一般通俗的看法 那么当我们能知道这一切的事情 你骗得了谁 谁都骗不了 就是心 就是这个心 这一个心 你我们以为别人没看到 法律赶不了我们 神在哪儿 我们不知道 所以现在大大多数就说死了就完了 所以好好的享受 这一辈子好好享受 也没有神 也没有报应 什么都没有 那么这样子下去的话呢 这是虽然是大家都很聪明了 表示很洒脱了啊 可是很可怕啊 这社会变得很可怕 那么假如我们知道真正的更上一层 人都聪明了 原来这一些子不与怪力乱神 这些东西都不要谈它 全都没有 我一切都没有 因为一切为心造嘛 我心要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了 什么福啊 菩萨都没有 可是你再万上一层 再更高一层说的话 我们说真正你 正道真如实性的时候 你 骗十方 横骗十方 竖通三界 哪里不是他 当哪里不是他的话 哪个不是佛法 那么你这样的话 你无论如何 你所有的这一些新的想法 不用说你的行为 连你新的想法 你一动就跟已经正德进入法界的人相感应 所以好比说我们坐的观世音菩萨像牵手牵眼 那么曾经有人说 那么观世音菩萨啊 这个他片身都有眼 他说你说错了 他说怎么样 他说你这还差一点点 应该说什么 他说因为他浑身是眼 每一个地方都是眼 他极致牵手牵眼了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他周遍法界 所以他周遍法界 所以有感思应 你称他的名号 他就来了 有许多人 这观世音太忙了吧 他到了我这来 他难道那边成吗 这是我们用世间法想的 不是这样的 啊 那么我们能够这样子的话 啊 我们知道这一些东西 这一些东西 真正释迦摩尼 过去成佛的 你跟他都交感相应 全都是立刻就通电了 用现在俗话说立刻通电了 所以所有这些东西 如来细枝细电 都知道这个人 也都见到这个人